好接下來我們把撞球桌的桌角把它做完 OK那我現在這個回到這個 前視桶的觀察一下它的工作平面有沒有需要再增補的 OK好像沒有因為 因為我們這做過了我們就這工作平面是什麼是不是上市撞球桌減23嗎 那我們待會想辦法去做出這一段的桌角 OK那做完就給它進射再給它進射 那這個桌角設計是我們希望它是長一個這樣 T形的方向所以要混層 那這段跟這段以及這段我們之間的距離就給它設計為都是25好了 25 OK那你往下投影的話我們就往內 這段就往內多少呢給它這個5公分 一樣往下投影就往內5公分所以因此我們待會就這樣設計 OK 那底面的部分的底的部分我們就以它為優先要往這裡混層 OK好所以以它為工作平面 OK那因此我們回到那個上市撞 按這個參考樓層 好這蠻簡單的 首先我們先按這個建定我們希望我們的參考工作平面在哪裡 設定喔工作平面設定設定為什麼設定為這個 上市 球桌桌面減23這裡 OK好那那確定就按OK啦 按確定 然後接下來接下來我們開始設計它的那個混層指令按混層 好那蠻簡單的混層的話我們去按矩形隨便畫先畫一個這個概括 概括就這樣隨便畫一下 好葉西鍵開始綁條件了比如說 按標註對不對那我按對齊我希望 這個邊線的跟這個 參考平面線的點他我拉到這裡來 那葉西鍵我們看這條線跟它對25 OK好然後把它鎖起來把這個 掛鎖 OK那接下來按一下標註 我們再去把 這裡 跟這裡呢 綁一個限制條件 葉西鍵 那我們點這裡啊這點他多少25 好一樣給他鎖起來 把這25的標註給他鎖起來 好再來 再換這裡 左鍵 左鍵拉出來 左鍵 接下來左鍵 左鍵拉出來一個對齊 左鍵他們之間距離15好了葉西鍵好 我們點他 這個打15 點一下好那點這裡這個給他打15 空位數點一下 好吧 這個 掛鎖 這個給他掛鎖 OK那接著四周幹嘛呢四周我們給他做導圓角所以按這裡 我給他半徑倒3好了 點一下這個打3 四周給他打3 倒半徑3 非常的簡單 非常的簡單 OK有沒有 就完成這個 底的部分 那完成底部的部分按 編輯頂部 按這個頂部 那頂部就建縮啊按這裡 那建縮我們用什麼呢 因為 可不可以去 選這個拼移複製呢 拼移複製按這裡可以嗎 他選不到因為他是2D跟2D之間你現在已經完成一個2D現在空間是拉到頂部了 所以我們去按這個這個比較快 按點選線去便宜按這裡那便宜多少我們就便宜給他 5公分 好往內便宜公分這個放大一下往內便宜公分左鍵 都往內便宜 選這個線然後之後便宜完畢之後再把四周倒圓角所以我們在按圓角秘密 去把這四周的圓角倒半徑 3啦大家都跟他一樣了 他就鍵縮到半徑3了 OK就像這樣 左鍵 左鍵 適當位置左鍵 3 有沒有 好 那如果做完的話我們就給他打勾 好他就混成完畢了可是他的方向不對所以我們必須回到那個 前視圖讓他長對 按前視圖 你看他往上漲嘛所以他就要往下 然後一路到這裡 給他掛鎖 OK 那這個腳也是一樣的腳一樣要把上面這個2 3這個地方掛鎖 好然後再把這個一個一個桌角給他近射到右邊去所以我們選到他按近射 然後選這個中心左右有沒有 近射過去他沒有綁條件嘛所以一樣再給他綁一次不然他到時候跑掉了 掛鎖 那我們這裡 地的部分一樣給他掛鎖這樣就對了 好如果都沒問題的話我們來測一下這個畫面上是我們要的3D OK就像這樣對不對是不是這樣那我們試看看對不對 比如說按這個族群類型的我們等一下來試看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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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